大家好,我是爱预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帖 2.5版飞销大提升 凌莎召唤机制 崩帖同鞋角色曝光 凌莎销刃机制 新增召唤物角色 崩坏星雄铁道 翡翠隔天流水反转 新纪录诞生 2.3下半卡池已开启 有关翡翠迎之的第二日流水统计已出炉 总流水和之前预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具体情况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数据 翡翠次日流水并未超越某阴 总流水仅有70万刀 低于波提欧服选卡池 也就是说2.3下半卡池成为崩帖开服以来流水最低的卡池 在人气四大区中 仅有日本排名第三 国服卡在第九 韩服和美服飞榜 通过超某一排名情况来看 和隔壁营名卡池打个55开 都是21小时 在卡池抽取方面 统计数量也非常的少 翡翠卡池歪最多的角色为 克拉拉 燕青 姬子 赢之卡池歪最多的角色为 瓦尔特 布罗尼亚 杰帕德 在四星陪跑中 抽取率最高 依次为艾斯达 纳塔莎 西路瓦 不知各位开拓者多少抽出金的呢 通过适用的评价来看 翡翠的机制很不错 如果不抽 稍微有点可惜了 明明翡翠很优秀 抽取率却这么低 2.3版本作为皮诺康尼的收尾 玩家的关注点全部都放在了刘营的身上 不论是击展的星穷 还是克金 在上半场都已经消耗完毕了 翡翠上线后 钱包空空 玩家也很为难 再加上能够获得的星穷还比较少 能否抽到就要看玩家的运气了 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二个原因则是 在新一期的虚构叙事中 太多人直接打满 这也导致翡翠的需求量下降 抽取人数降低 绝曲林进行分流 对崩铁流水有一定影响 另外小妹绝曲林开服 热度相对来说比较高 玩家会流失一部分 相比较2.3的角色 还是绝曲林1.0的鲨鱼妹更保值一些 所以克金方向改变 翡翠流水自然也就会 根据最新爆料 飞翠是一个拥有强化战绩和普攻能力的角色 在普通形态下 飞翠的普通攻击有3次命中 战绩有1次命中 而在强化状态下 飞翠的普攻有7次命中 强化战绩有6次命中 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个概念 即每个角色的攻击都有一个命中次数 翡翠的战绩是单体伤害 尽管如此 却显示为4次命中 即造成了4次伤害 飞翠展现了 在击破 追击 Bot 以及直接伤害等多种武器上的精通 使其成为一个万能角色 而灵莎在削弱敌人抗性方面 甚至超过了加拉赫 治疗能力也胜过罗刹族 此外 灵莎还具备解控和施加负面Debuff的能力 可以说是三体人中的顶级存在 然而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理智 尽管作为当前版本的新增角色 飞翠和灵莎的强度非常合理 但这也意味着 使用飞翠需要同时贯注击破特攻 攻击堆叠 以及速度争议等方面的需求 关于灵莎的机制 灵莎将是一位奶味角色 其核心机制在于召唤物的运用 据爆料所示 灵莎的召唤物与杖杖另一位角色非常相似 但带来的效果有所不同 灵莎的召唤物 可以施加debuff给敌人并未队友恢复生命值 此外 再次释放战技 可以增加召唤物的出手次数 个人认为 这应该是灵莎的核心机制之一 总结 备受期待的2.5卡池 即将退出一些新角色 上半部分将会引入飞翠 而下半部分 则会有灵莎和莫泽这两位角色加入 据爆料 莫泽应该是一名四星角色 飞翠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版本主推角色 而灵莎作为刘盈超击破队伍中 替代六星奶爸加拉赫的角色 同样引起了很多关注 对于那些希望获得这两位角色的开拓者来说 建议并且关注相关消息 根据目前的母版 作为刘盈的售后角色 灵莎直接可以再次提升一个档次 在论坛上 有人提到灵莎的奶量比罗刹还强 这使得罗刹的地位更加低了 尽管如此 仍然有很多玩家喜欢使用罗刹 毕竟如果新角色完全碾压老角色 那么玩家对后续老角色的复刻抽取意愿可能会降低 从消息中可以推测 新角色将在星期日上线 根据技能母版上的描述 这个角色应该是铜鞋命途 这也意味着 这个角色的含金量不会太低 因为输出角色的轮梯速度非常快 只有辅助角色相对来说保值更多 按照卡池的顺序 这个角色应该会在皮诺康尼结束之前进入池子 离灵莎和飞霄的官宣力会公布只有几天的时间了 而且后续的卡池角色也将在剧情中登场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期待看到他们的正式发布 关于2.5卡池的新角色消息 凌莎很有可能会加入其中 此外 飞霄也有很高的概率会在2.5卡池中出现 有人对这两位五星角色的强度进行了一些评价 首先 凌莎被认为是一位万能辅助角色 能够为全体队友削弱敌人的韧性 这将进一步提升流英队伍的实力水平 既然统有可能会 matches 不ONG CSS Y A